好,接著到下一套,下一套就是聽BlaBla的話 要聽BlaBla的話 要中鬼父的福 我覺得這套真的不對題 真的不對題 要聽個個的話會不會好一點呢? 要聽她的後的話 你不停聽到小蔡說,你也聽到我辛苦 整套故事裏面,其實他不是做父親的角色 他只不過是家庭裏面,叫做一個連長的角色 連長也不是他,老而不死 還沒說笑的 還沒說笑的 《深藩》時也有說過,其實那個故事,那個脈絡也是 他本來是想賣親情的 應該是 但多集又不太覺有 Sora本身已經是對猶太有好感的 所以這裏已經做不到親情的位置 因為他已經說他是按這隻眼 原著小說的發展,二妹都會加入戀愛線 所以這套是三個戀愛線 即是他硬要加戀愛線 不是硬要加戀愛線 不是硬要加戀愛線 他本身會有照顧劇情出現的奇異 光源氏計劃 他自己弄好了 自己弄好了 自己弄好了 最大的問題是他自己弄好了 那你有什麼劇情可以發展出來 沒有 然後他中間就插了一集 Sora一集 二女一集 其實他實際 這套最大的問題是他拿了原著小說第一本的劇情出來做 他沒有拿其他的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據我所知第二本小說的內容是說Sora在學校的 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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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那裡其實他主力是說 如何解決他生活 日常生活的問題 因為你始終本來 如果猶太人來說 你一個人生活就沒問題 自己弄自己 你什麼時候回家 這些不需要限制那麼多 但如果當你的家庭生活 你突然多了三個人 即使他們自己弄好也好 你始終都會有 這套東西其實描寫很多東西都不夠 他說一件事 其實 之前他也說了第三件事 就是猶太人因為不想他們三個分開 而衝動地 衝動地 那些親戚真的是混蛋 不是啊 其實這裡很有問題 我覺得最該死的一件事 就是 然後他們說 我看死你照顧不來 然後看到他們說 在那裡嫌三嫌四 然後他們說 你也是照顧不來 然後 那些資疑處理 然後還說 有一次好像突擊檢查 那樣 我看你照顧得怎樣 然後我說 你不行的 那樣 照顧不來 然後他也說 我真的說 你們這班是不是親戚 來的 這班親戚其實很有問題 一開始他不是說 要拆開三個樣子 對 之後又帶出來 幫你 就是 應對三個意見 對 首先第一個問題 現在人家又不用你 你只付錢就可以了 你否認別人做什麼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們錢 你們又不給 對 最慘你 Bank他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沒有錢 你沒有錢 你讀書 又要找工作 然後又要做事 又要照顧他們做不到 但其實某程度上 你付錢就可以解決了 以上所有問題 而你做 他最後那集 都沒有說過 有錢 還有 給他們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 你竟然說 最後要給他們 那你老了 你不要霸佔這間屋就可以了 那間屋是他們搬走的 理論上是搬走的 不是 他們那個案子就說 我看死你 你照顧不到他們 其實他們好像很想收養他們 每個家庭都已經營養了一個 我要這個 你要這個 然後他就說我已經營養了三個 然後他就說我已經營養了三個 他就說給他一封信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營養了三個 你吃得了 其實那個人已經營養了三個 我的問題就是 當他們在苦戰生活的時候 你現在才在那裡 即是謀失頓開令 或是突然間覺醒 我這樣不對 應該要營養他們三個 對呀 搞了十集才來 搞了十集 你才來 生氣 原來我應該要營養他們三個 我覺得好不行 不呀 你這麼年輕 你不行了 讓叔叔來搞定他 即是你說這裏是對那個 家庭的概念 那個主題 你這裏是出不了 即是那班親戚 就給不了壓力之餘 你會令到故事覺得很奇怪 而且那一集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上半是在做日常 然後下半就突然帶出 媽媽和姐姐和姐夫死了 反而不是 因為本身你說 我一開始剛才都說了 本身那個照顧的感覺 沒有呢 因為你剛才頭三集 即頭那幾集 是要解決一些生活向的事情 其實 跟那個家庭 因為本身其實有一個問題 其實沒有涉及到的 就是他們三姐妹 對阿猶太那個的感覺 即是你說就算八套黨 因為本身兩個都不熟 兩個都不熟 兩個都不熟 他們要慢慢去接觸 去了解對方 然後才可以成為真正的家人 而這三個一開始入主主 已經是家人 已經是熟到不幸 已經是熟到不幸 其實已經熟到不熟 一開始還沒說到 很熟的 然後第二集就PO 他們相處 第三集呢 做了一半日上之後 就突然死了 說要認靈 那裡是速度跳得太快了 他原主都好像是 是這樣的速度 差不多是 因為本身你說 本身是 他設定的背景上 那三個對猶太東武 或是一些 即是你說如果簡單一點 其中有一個 會對他有反感 即是你都會有照顧 或者家人的包容 可以說出來 這件事才可以發展到劇情 比較吸引 怎樣去 搞好關係 你一開始 三個一個立了旗 即是你一開始 那個笑臉 已經是爆了燈 對 一個已經立了 差到告白 然後另外兩個 好感度爆燈 對不對 最小的好像 比他還好 好感度爆燈 差不多 經過第二集之後 不是好感度爆燈 也不會說真的 只不過是零 好感度是零 但他現在的表現是沒有 因為這個契機 其實他要做到 就是那三個 三師妹都願意給猶太去照顧 問題就是 他們已經對猶太有信任 如果對他有信任之後 其實很難發展 就是 只是一個溫馨的故事 一個為家庭奮鬥的故事 就沒有所謂 你要見到 他們對猶太 一個不信任的 不是他父親的角色 要做一個父親的崗位 他怎樣做 就是這些事件是缺乏了 反而應該是 因為生活的事情 老實說 我們不需要體態 總之我們知道 你很想 總之你沒有錢 你可能每次都看著錢包 已經是足夠去表達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不夠 其實他沒有實際 很詳細地描寫到 他上班和上學的情況 那他要集中在那三師妹身上 沒辦法 有太子 只是一個 但是他問題就是 他有 不知道兩集還是三集 是可以支線 他自己原創的事 我覺得其實那兩三集 可以拿過去 另外一個問題 本身你說猶太 他不是單止要應付 三師妹的問題 他還要應付 就是學校 內鄉學者 那邊 故事 其實已經分薄了 好 我想問問那三個有什麼用 不要說那個小白臉 小白臉還有一些用 另外那兩個有什麼用 至少那個肥豬學長有什麼用 內鄉都說回家煮飯 肥豬是吉祥物 他給M 他給Lyka 他給Lyka 他除了M之外有什麼意義 沒有 他對主線沒有幫助 這個角色是完全沒有幫助 他連搞笑也做不到 問題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有時候 一個中學大學生 要養三個女兒 精神之處的 幫她撐過孫雲 他劇本的幫助 他那個會長 那個會長 那個會長 魯賢 魯賢 其實 他是說 中段裏面 其實有一些東西 他有人物回來 他有幫忙 其實 他運動那個幫忙 但是 他那些叫幫忙 但是 他的朋友已經可以做了這個角色 所以令到他這個角色 做出來好像是多餘 他就是要聽到聲音 然後去私自妄想 他不是純粹表現一下羅里空 我覺得他有點想做到類似Skate Dance 那類的 但是 未去到那個程度 什麼都可以幫到手 但是 最幫到手的 都是德雅仁川 阿拉卡 還說可以應付一下飯 解決一下女生的問題 因為始終 他是男生 他不知道女生會有什麼飯 還有 猶太一開球 他都是自己一個人住 還要一支公 他有什麼可以了解 什麼 和仁川同居 那他們兩個很機偶 沒關係 另外 其實你說 本身 萊香那邊 其實你說做的 你應該是可以帶個劇情 就是 始終叫做什麼 因為 猶太 都只不過是 叫做 義務 應該說 捱義氣 義務式 照顧他們三個 可能 其實 都會有猶太 他一開頭的問題 如果猶太 跟內鄉 會結婚 到時 他們三個有什麼崗位 到時 又有小孩 本身一開頭 第一集的故事 猶太為何要離開他的家 原因就是 因為他好像介入了 價格不入 其實這個問題 又不可以帶回那三姊妹 他們又會衍生這個問題 他們有一個想法 一開來 已經是 就是 Sora 對 來鄉 就是因為是情敵的關係 而 另外那兩個 就只是看戲 而且 一集就不夠 已經被他拉攏了 故事裏面 就變了 整個故事 其實 他出場的時候 就打算解決 他女性那邊的問題 那個角色 而應該就是 衍生了 我剛才 因為我一看那個時候 開來都會 因為我沒有看原作 我會想那個故事 就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都會對應到 猶太本身離開家的原因 而 那三姊妹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那到時是怎樣 就是猶太作為一個過內人 他怎樣去處理這些事件 那應該是看那些事情 即是怎樣教下去 才會符合到這個題目 要聽八八的話 真的要教育 他們究竟怎樣 去面對一些情況 以及等他們的 社會知識 究竟怎樣去應對這件事 但是那三姊妹在這件事 她表現得太成熟 太懂事 這是一個好大問題 都不用你管 那你搞什麼 特別是第三集 那裡 躲在一個自己哭 應該說是睡覺的時候 才能用一滴眼淚 這實在是太成熟的表現 而最後那集 第十二集 連三歲的妹妹都知道 她自己哭 兩個姐姐都會哭 所以她自己不哭 不能哭 大佬 三歲而已 你令到好事 你真的原本 大家不要混亂 不要混亂 不要說她是不是八八的角色 哪有聽過她說 都不用聽她說 我自己這麼聽話 要不要聽你說 自動自覺自動波 所以令到這個故事 我不要說是不是八八 當然我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看 但是以動畫來說 我覺得她已經破了 她也會剩下自己的劇 對 應該說不對題 而你之後可以有什麼 其實沒什麼特別 最終發生一些小事件 最終解決了 但可能都是不對題 只不過是一些愛情小品故事 就是一些情侶的風波 級數是去到這裏 不會去到 真的探討到家人的問題 即她再不變 那套路的話 就會很悶 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她是 將那個 解決生活問題 那個劇情做內座 即好像找屋 錢銀問題 那些做內座 但她做內座都沒關係 問題是她沒有解決過 她沒有解決過 她最後除了搬回大屋 因為得到親友成形之外 她沒有解決她的錢 不是 一開始不算大屋的問題 她只是計 在那個屋子那裡 她跟包租婆說了很久 包租婆那個解決事件 也是很有問題 結果她控羅莉 關什麼事 因為她是羅莉號 所以我讓你在這裡住 嘩我真是頂你 羅莉胸是大了 最好東西就是說 當你照顧不到我 那時候我就帶走個小女 嘩你完全是羅莉胸 怪大小女 所以你說 最終回到來 我覺得你說 已經是說完 一來就是 她整個故事脈絡裡面 她完全是帶不到所謂 貼合主題 關於真是說 作為一個 父親 一個 父親角色 她要怎樣擔當父親 原本不是她真正的親生父親 她怎樣擔當這個角色 因為本身你說 最初又看到有些背景 因為她本身都是她父母死了 她是靠她姐姐去養大她 也有這些背景 背景 希望她都會 借用這些經驗 對 可能回想一下她姐姐怎樣去照顧她 再帶回去 但是她姐姐真的連回憶索咳也沒有什麼 死了 死了 最後那集就很自願 回想起 我姐姐那時候 應該去受她 我姐姐那時候 那一集 應該是家長來 要參加那個人 家長進來 那一類的 但是很少 她都做了 一點點的感動 一點點 所以你說這套 其實最終就是 花朗拿來跟開來新婚工 做不到 已經做不到我們想看的東西 變成普通的一套文 或者一套愛情範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心想 姐姐和姐夫的死法很有趣 飛機失事 屍體也沒有 會不會去到拉斯的時候 未見屍 未見屍 去到拉斯的時候 原來男主角和蘇娜搞定了 然後姐姐回來 要怎樣處理呢 我覺得我收件會是這樣 好 正確心想說 飛機只是逃速原來的 明白嗎 算了 別離題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